Hello 大家好 我是波仔 歡迎回來堅仔跟進馬的節目時間 繼續和大家前瞻 回顧追蹤跟進馬的表現 來週三 回到谷祖賽事跑九場的夜馬 頭場開跑時間是6時45分 今次會採用C跑道 上一次B跑道 去到尾段場子 外面掌握的馬都不錯 會不會延大到今次的C難 直路內蘭都不太好 當然臨場再去探測一下 這個時間立即和大家看看 未來週三 波仔有什麼跟進馬會上陣 先做一個備忘 頭場的時間 回到堅仔賽馬 見到 6號強勁仔 都是今季跟進馬 另外行運飛彈 金剛複星是上季跟進馬匹 特別有問題就是6號強勁仔 究竟潘頓可不可以落下雷神的牙膠 為何這麼說 雷神近兩場跑這匹馬 都是最厲害跑到第二 亦都輸給潘頓的信心滿滿 假設今次我判斷他騎 而贏到的話 也算是拿一點點面子 說回這匹馬 上次上到2200米 最後幾步 頭幾下衝來是威威勢勢 但最後幾步 欠缺長力 舉步為姦 回來 跑第五 中規中矩 今次縮回到1800 應該有中間落密的效果 最近埋門是潘頓他 親自嘗試貨集 起步順利 直路都是按僵而辭 沒什麼刻意吹逼他 應該是頭過一個多月 給他一些提示 準備要出賽 有些割續興趣 今次在這組馬裡 大部分的馬匹都是中後置或組店比較立腳 暫時踢 可能是獨身訂組 甚至黃黃寶區 都可能會跟前一點 所以我自己喜歡跑馬的時候 就用綠色標示了他 即是可以跟前走馬 厲害仔 看過之前跑1650 都可以跟前的話 這場的七檔應該是較容易 游到來的 一二碟或是前置位 所以這個厲害仔 也比較側身一點 即使Michael哥的五班投馬數目 是爆了也好 但起碼轉倉 報答馬主的支持 又或者始終都是獎金 往後的事 算不算數 都是去到季尾才分解 但有馬有狀態 盡量都贏了先 所以我覺得厲害仔 這場裡都是有機會挑戰頭馬的 接著去到第五場 這是3T的場合 3T是頭關 看來這一組馬裡 都有4匹跟著馬 先說這隻二號後門旅程 都已經貴內交道給我 上次首個好位之下贏了 但當日12月22號的C加3 手BOX式的馬匹都不錯 奇寶剛剛上星期 放頭 直到走內蘭回來 輸得比較遠 可以給他一點藉口 但上次後門旅程 都是守著一個極為有利的位置 其他提下敗仗 例如歡樂洋洋 得利寶區 旋氣多處 再出都是一般 考慮到組別水準 今次就不特別大力品牌 即是上次拿來做重心 因為今次都加了榜 而再看來這一組 其實都是比較多對手 例如晉神 還有上季尾跟上開的閃妙光芒 今年都贏了 但這匹馬 閃妙光芒 曾經在草地上的名字 有些牽涉的氣量 這一組也有些快馬 例如美雅有型 圖文力量 或者也會幫到閃妙光芒 未定 而精明勇俊 今次好轉不轉 轉過來谷草 這一組的對手 四番千里都比較強 排慢的十二檔 可能會比較難跑一點 但也不是說得死 因為上一場都是在漫步租中 出得好 但如果要秤來解 那我就會排低一點 精明勇俊 反之心威力 可能在這一組裡 我會作為一個正選 其一 方而已經跑起了 其二 就是今次的位置 都應該預計是好的 有機會 像上一次起步順利的話 有權頂到Boxy 甚至將幸運旅程頂開都未定 守著Boxy的位置 加上有個磅位的差距 有力去挑戰這個幸運旅程 所以身威力 在這四隻跟蹤馬裡 我稍稍調高一點 其次 還有如果臨場是第五場 因為壓地之前 加上之前有1,000匹1650 利追的話 盡神這類馬 都不能完全沒有殺 所以這場的四番千里 相對第三場來說 是一場比較多馬 選擇的3T場合理 所以 偏場少了擺這場 我覺得都合理 大家要考慮清楚 可選擇的馬 是比較多的 然後跳到第九場 另一組的千里 不過這場就排到3班 旋風飛影 前一部就是標題馬 結果上次保重 下回4班 但都是比較不可能的位 較為劣勢之後衝贏 其實我覺得這三班 可以挑戰一下 但如果這場馬 成為熱門的話 我覺得另一隻跟進馬 威之星 就不能完全是抹殺了機會 因為旋風飛影 和威之星 不約而同 都是出自252總場次 前七名的馬匹 甚至乎 昨天貼做冷卻的紅旺 如果不是直路貼蠻 可能差一點點的話 分分鐘已經是爆了冷卻 所以這組的強 都不用再多說 而威之星上一場 跟前了 一來可能違反了馬勝 二來就是 好像包裝長勝一樣 應該都是蝕了快捕捉 直路走到諾蘭 更加是傷善 上一場的敗蹟 都可以給少藉口 計算上一場252 以及前一場的158 和諾滿冠 風火展區 聰明導彈美麗滿滿 這一堆馬 去跑 這次轉過來 這個谷草 假設如果旋風飛影 是熱得勒手的話 我覺得威之星絕對 卡士不差 表面上 號碼 10號 應該低分 對 低你3分 但此小比獎 我覺得威之星 絕對有可爭之道 加上 剛才都說 這次的思考度 會不會延續上星期的B 因為去到上次的尾段長設 例如庫六 飛凡 甚至尾場 這麼慢補速 超日子 馬爾代夫 全部在外碟 這場地 可能去到尾場外面 更加好 三檔 雖然他希望 不要貼實內蘭 拼出去中檔追擊的話 或者有得利盡 都未定 因為近期的場地偏慢 都不會特別利放頭 所以威之星 這一組 是有機會搶冷腳 絕對不能夠看輕 來到第二節 馬上回顧一下 再入沙田私家山跑道 加上泥地賽事 波仔 跟著版片如何 馬上去堅仔 坐下麥美介面 第三場 真是要認衰仔 上一次 我就豁出範圍 真的 比有新加入的對手 好心得 一攻二破 好心得 時候看看 上一場 289總場設 三碟 其實很多馬 閃得快 升雲鳴雀 升雲鳴雀 升雲鳴雀自己有 但是好心得 真是擔心他的口淚 就沒有選擇 甚至乎 馬爾代夫 等等 都已經健康第一 再出都已經可以 交到成績 而這一組馬 中 聖利多多 聖義龍 街大開心 還有上次 歐華出來的馬匹 聖利多多 刻如其分 繼續加到表現 直路都慘 直到初 比馬夾一夾 影響了起動 發揮上 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繼續在 泥地1650 攻堅 有機會再爭勝 另外聖義龍 我稍稍調低 今次是起動 取威方面 跟前一點 但衝來真的只有這麼多 我覺得 再要贏勝利多多 都不容易 甚至乎 這一場 都是最後 沒有衝得那麼順 都過了 聖義龍 我會調低一點 另外街大開心 一來的步速不夠快 二來 直路 可以跑步步移出 沒有 踏馬撞場 跑馬撞場 沒有用 踢球才有用 所以街大開心 這場都是假白的賽職 看看是否繼續消化 桂萊 三面 部署上彈性 另外 另一隻 也是看錯 好有利 上規或之前跑了兩場 泥地1650 衝來都有點走勢 反之昨天 沒有亞洲力量衝得那麼好 再看錯 他跑泥地 真的可能比較一般 現在這個分 48分 可能不斷轉換路程 跑得不太適合 跑完1200 跑一里 還是減分為常 看看會不會 去到貴尾階段 減低一點分 43、44 更加有些水位 會搏 接著到第六場 4萬1600 上次的標題馬福島 回來跑個僅僅 4又少少 身旺 但可以比較藉口 雖然被年齡牙門押絕 以及從草老爺 在前面擋一擋 其中一件事就是 策劃1600 其次就是 這場我猜的 打算放在前面 從草老爺 順放 他就留住 他又不是很好的均速 他就是抱抱抱抱 那種 所以 直路比較均速一點 下一次 會否繼續跑到1400 或是1600 改變跑法順走 雖然昨天 不是特別不利貨 所以 如果雞丹女 挑骨頭 就可以挑這件事 我覺得這匹馬 狀態都來了 有機會繼續在藥組 會跑得好的 我覺得 可以跟進 另外 7號馬健康馬 上次的問題 抽到14檔 C加3 真的會難跑些 但是 這匹馬 回來充滿 都不是太差 大家可以看看中二寶 又或者 連連行運 直路 連連行運 更加砌得比 如果你看看蔡明少 入直路 和霍雲 升 中二寶 比較的話 我覺得 蔡明少 最後的200多米 可以再硬砌 回來 跑到第六 欠如幾分 但是 這場馬 我覺得他用力不多 看看下一次 會不會抽到檔位 比較好 而且 不一定要保持C加3 對手可能弱一點 但是 都要預計自己的排檔 所以 近這兩場 都可以給他一個藉口 我覺得 這匹馬 站著1-52分 應該還有些水位 去到第八場 三班千六米 較為有些快位 就是這場 阿露露聖 可以拿回第三名 原先 打算動一日升 最眼光 頭一二選 第三四葉 應該到他吧 所以 沒有選到A3 真的浪費了 開飛了三十幾倍 這隻馬 最後到二十倍 如果大家有看波仔的文字 心水 又或者 看上一場 路露聖 為何會選到跟著馬 其實他的衝勢 不差 他的動作 全人不斷地 最快 所以 今次衝勢 這麼近 兩隻馬 我覺得都是有得理解 好 第三 路露聖 這場 我覺得加分未必多 極球兩加 一分 在三班跑千六千八 我覺得 都應該要去攻堅 因為馬防尼 欠冠軍 這麼辛苦 這場都想搏 最眼光 上一次我自己脫鬚 因為覺得他 十一刀 未必那麼容易 摺到過來 至於補一聲 先摺到球 沒辦法 攻擊他 所以 最眼光 前景 真的不錯 露露聖 沒辦法 依然可以繼續 跟進 第三隻 要找新的跟進馬 我們馬上回到堅仔賽馬 介面 第四場 三番千二米 選的馬 就是包含馬 閃電 昨天我都放在正選 不過臨場 只剩下 二十六、二十八 真的有少腳步 結果看跑馬 當然 這場馬 如果大家有看現場直播 又或者回看影片 一路再說 昨天就是七檔幾步 這一拍馬 賽前都覺得 試襲 又或者外地的出賽片段 都頗有鬥心 以及頗純熟 香港市紀火集 都跟出賽有表現的辦法 現在找回閃電 在哪裏 在尾三位置 進到直路 一以為 可以跟世榮的難馬 就是聖文明爵 可以串Q 誰知 其實 這場 巴道 其實他不是太夠 這個決心 可以這樣說 決心是什麼 應該 CXA3跑道 萬步速 當然是盡量拼出去 吃 一起掩蓋出來 結果 他半蹲蹈 就沒有死頂住 連連有型 前面的超音速度 都帶不到他上去 現在紫帽 紫紅色衣服 這筆馬 結果就困在馬塌 入到直路 你不如出到半 二達半 即是三達半 不如拼出去 人家衝上了星文明爵 在外擋 再掩蓋你一巴 回來 就完全沒有跑過 我都知道 裡面的合衝共濟 又或者 整堆 勒馬一堆 過河競桌 天使獵人 都叫做 近 是否賽事水準 比較差 但是 現在三班千二 都有些大獎 例如加州星球 浪漫勇士 醉眼光 這些 全部都升上去 五門 那隻叫做 八千絲 剩下很強 未必太多 今次都賣到2.8 全世界都看到的話 我覺得牌子都是這麼熱 今次都是想拼命 還是 匆匆 看回這件 三爺馬 好過呢 我覺得是有機會保重的 所以這隻馬 應該都有些水位 希望 64分 更容易 今年這次購馬 降低了5分 來香港 更容易適應 或者 站穩整腳 不用這麼多場的減分 即是外地不用這麼多 跑多場 好了 做回一個 北紀路 閃電隔離 整體上 步速上 應該是有半盞 可以這樣計 因為這場馬 看過 昨天的地 應該都可以 掌握一下 不過 全程在制雨 就比較差 未來盒胸 瘦了 發揮不到完全的威力 所以我覺得 這一匹馬 在這個分 應該是有點有利水平 微軌31200 對手 不太強 有機會保重 出賽提升儲存 看看一次 下一次 配合不到 成哥 今次的喜馬 看看下一次 可以配合另一些 的馬 一起攻堅 另一隻的跟進馬 今次就搞搞新意思 都是之前曾經品提過 但我覺得昨天 雖然輸 他都拍得不錯 到第10場 31400 大家見到 一大堆的紅字馬 浪漫勇士 後運有理 天生一隊 都繼續在這一組 包含到前三 但看看這一組馬 頭五名的馬匹 沿途都是跟得比較前 所以在昨天 排着11檔 起步 美麗滿滿 我覺得算衝得不錯 起步的時間 你見到 何宅耀最外檔 蝦的衣服 有很多美麗 現在 七路仔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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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上次的內蠟 上前的 那麼容易 制圍完全不同 沿途 前五名的馬匹 都比較包回來 跑到前列 現在訂出最外檔 律式仔 這隻 就是美麗滿滿 輸得那麼遠 其實都已經是敗仗組成 反雲伏術了 但是 拉斯衝回來 其實都很細 彎位 都比較虧 所以 昨天我覺得這場馬 算是跑得不錯 還有些上升空間 這裏回來 跑到第五座 其實都已經是收貨了 好了 看完賽事片段 看看馬匹分段時間 美麗滿滿 拉斯兩段 八百米 44秒91 比對兩隻馬 上次追到天沙隊 那隻 開45秒46 另外 浪漫勇士 頭馬 45秒11 如果這樣計 美麗滿滿 尾八百米的段速水準 絕對不差於走入頭三甲的馬匹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應該水位上 還有得這個 上升 所以 美麗滿滿 旁邊的爛中位 今次破天荒 再跟多一次這匹馬 買個走位上 都是較為劣勢 可以這樣計於走外貼 補充方面 我覺得他算是慢補充的 受惠者 繼續給他一個紅剔 如果加完分 背到123個中磅 都依然是劣勢 衝得好 應該的評分 都是未盡的 仍有這個上升空間 但下一次 會不會排回好的檔位 繼續去攻堅 當這場是一回氣 好了 儲存一下 下次出賽 我們再聊 三隻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最終尾聲 可能會比較長 不過儘量聚到前瞻 回顧追蹤三個要點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這條短片 不放下面 手指中給個like 還未訂閱我們 堅仔賽馬的YouTube Channel 有下一個紅色訂閱 還有按鈴鐺 第一時間有新片 可以通知你 假設你是第一次接觸 我們堅仔賽馬 App 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免費下載你的手機 平板電腦 甚至乎 如果使用電腦刨碼 一樣在Window Market 可以找得到 如果想知道更多 年月日費的話 可以打回 55361016 可以查詢 第一二場是免費的 所有功能都用得完 第三場開始 就有個收快 所以更多詳情 打回電話 查詢就可以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在星期四 繼續和大家堅仔 跟著我們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人工智能走位圖 以及即場當往騎練表等等 比起你看開那份馬布 肯定有多無少 加上我們的專業馬評家團隊 堅仔五虎 每場賽事 分析他們的獨特見解 實行每個賽日都幫你賺到笑 但不止這樣 就連你回到內地出差 堅仔都隨時用得到 只要你一打開App 所有的資料即時更新 那就不用到處去撲報紙了 其實除了跑馬 還有很多用途 用來看電影也可以 看電影也可以 玩遊戲也可以 玩遊戲也可以 整個套餐包了這麼多 才賣二四八百 除了開 每個賽日都是二十多元 你想想 其實你只是用回 平時買馬布的錢 再加多一點 那就多一部平板送給你了 還可以一次過享受 這麼多這麼正的功能 是不是很划算 其實這部機本身都不便宜 都是我們用堅仔連費 倒貼給你 現在真的賣一部便虧一部 外面的平板 很狹狹的都超過千元 我們扣上堅仔的連費 這部機才是六百元 六百元 一部全身十吋平板 這個價錢 你去到黃金、淘寶 二手都買不到 這個優惠不是時時都有 我們只限首批 頭一百名的用戶才能夠享受 這麼好 還不快點打電話 預約上來買機 數量有限 遲了就沒有了 快點打電話 或者WhatsApp我們 5536-1016 跟同事預留一部吧